見不得人好啊 或是說因為這一次很明顯嘛 就是選舉的關係嘛 他是大甲鎮藍宮金媽祖神尊 製作人柯建華 已經有50多年的雕刻經驗 秀出當年的照片 證明金媽祖是他一點一滴打造的鮮血 你看人家拿那麼多黃金給你 他都不來跟你看著喔 那是不可能的事啦 黃金媽祖是鎮藍宮的正廟之寶 2005年開始在地下室展出 當初一共融掉了一萬多面 信徒捐贈的金牌 花了一年打造 高四尺二 造價1.2億 會這麼氣憤 就是因為日前延親標 遭到檢舉金媽祖不純 剩餘的黃金不值取向 同胎住好以後 再用276公斤的黃金 把它打造成形 再把它組裝上去 人家說哪里那個是不是私心的 我一聽了就很討厭了 你根本連一點知識都沒有 雕科師還說本來的金牌不夠用 廟方還另外花了三千多萬元 才湊齊這個數量 怎麼可能偷工減料 雕科師也澄清 製作媽祖只有三百多萬元的報酬 不是檢舉人所說的超過兩千萬 又有選舉然後又翻出來 亂講話 那個不對啦 台中地檢認為 鄭蘭宮董事長延親標 涉嫌詐欺侵占背信罪 但因為從2005年至今已經超過十年的司法追訴期 爭結後不予起訴 對此 鄭蘭宮依然不願對外回應 只表示完全經得起考驗 展出將近二十年的金媽祖 近期突然遭人檢舉 雕科師無奈表示 難道是選舉到了有心人操弄嗎 東三新聞王俊傑 張志凱 台中採訪報導 我們的世界總讓人措手不及 但是我們的新聞帶給您耳目一新 隨著世界局勢的緊張也讓通膨壓力更加擴大 能源以及糧食危機已經衝擊到了亞洲金融 極端信號比想像中更加靠近 您感受到了嗎 關注及跟上陳吟的腳步 抵達不其而喻的國度 從容 輕力 您最完美的選擇 東升世界日報